所以你会看到当我们人听到神的应许的时候 我们不相信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的经验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经验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们却忘记一件事情 我们的经验不能限制神的作为 我们的经验不能限制神的作为 所以你千万不要再犯这个错误了 以我们的经验来决定圣经的话语对不对 那是很大的错 你应该用圣经的话语来决定你的经验 圣经的话语怎么说 让它就发生在你的生活中 让你的生活去经历圣经的话语怎么样事件在你的生活当中 各位弟兄姐妹 不要再像这位降临犯了这个错误 用他的经验来决定上帝的话语 对不对 这是错的 你要用神的话语来决定你的经验是怎么样的 你要用神的话语来决定你的经验是怎么样的 要用神的话语去睡觉 他我看你用神的话语考 historic 是我跟你ason的这样一样登场 你的机会 momento叫 Uma 好像 感谢观看